为母遍禾 前往必活 曾在歌仔戏中扮演莲池大师的唐美云老师 亲见明代法师莫姬感动不已 那脑袋里所浮现的就是 我们在录制高僧传的过程里面 尤其刚刚看到莲池大师的写的手稿 我就 哇 那个当时在录影演绎的 那个回忆整个又回来了 心里很激动 历代高僧书画展搜罗148件作品 气质 开阔 囚禁 展现不同美感 破山海明是在明末清初的佛教史上 是非常有名的 一般佛教史把它叫做逆行菩萨 三大师的书法 你可以看得出来他这里就是非常 这个草书非常的漂亮 流利 有气势 见字如见人 一提一案 都能感受到对佛法的虔诚之心 书写内容聚聚显示人格特质 零七就是在杭州发生瘟疫的时候 他觉得很严重 他就要是要这个 去大家 要去把这个瘟疫 让我们师父在美国911的时候 也是要有在接 展旗阵风 疫情全球延烧 希望能为全人类祈福 也希望透过高僧和他们利益众生的事迹 劝戒众人行善 大爱新闻 张泰玲 李健宽 台北报导 李健宾議官 李健宗